这是两个军事强国之心的武力比拼 这是一场长期而有隐秘的谍战教育 日本孤注一掷 美国严阵一带 在古涛汹涌的海面上 在战火飞飞的天空下 一场决战正在悄悄熨炼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二战秘荡之 绝密海空战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二战秘荡 太平洋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主战场之一 是以日本为首的轴心国 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 在全球最广阔海域的大冲撞 其惊天动地的气势 堪称战争史上的绝地 它即空中 仰面 陆岛 海底 作战于一体 残酷激烈 规模恢弘 1945年愚人节那天 东海的晨曦阳光明媚 以至由战舰和运兵舰 组成的美国舰队 浩浩荡荡地开往日本冲绳岛 冲绳岛登陆战由此展开 亲眼目睹这场战争的人 把它描述为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战役 英语中从此多了一个新的词汇 神风特工 也叫自杀性空袭 混战发生在冲城岛是必然的 电马破翼是20世纪30年代 开展的一场特殊的秘密战争 美国不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 通过破翼电马取得胜利 20世纪30年代 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燃起熊熊战火 日军在亚洲耀武扬威 逞强称能 日军统帅意识到 日本极其缺乏煤铁石油等原材料 这些原材料不仅是和平时期 国家昌盛的基础 也是战争时期的中坚力量 而将这些财富永远纳为极有的方法 只有贸易交流或军事征服 日本选择了军事征服 1932年 日本侵略军将中国的满洲里 纳为他们的殖民地与军事基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不到六个月 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 纷纷落落到日军的铁梯之下 不出三年 日军又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海岸线 日军大挤侵华的卑劣行径 使得日美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冲突 1940年秋季 罗斯福总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决定禁止向日本出口橡胶 资源匮乏的日本迅速陷入美国的前置之中 他们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投降 要么利用战争吞并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资源 日本最终选择了战争 1941年11月3日 日本批准作战计划 一场豪赌开始了 作战计划缔造者正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 山本56非常清楚美国经济实力之强大 这一优势将在战争中得以体现 他告诉绿连天花 他对胜利只有六个月的把握 日本并不知道美国早已破译了他们的外交电报密码 破译工作是由一台类似于多国恩尼格玛的密码机完成的 密码的代号是紫色 美国曾改造了四台同样的密码机 其中一台赠给了英国 但紫色密码有一个致命的屏线 它被日本外交官用于外事交流 并没有涉及到战争计划的细节问题 幸好还有另一依据 也就是日本海军JN-25密码 它的重要性远胜于紫色密码 在日军袭击前 JN-25密码已被美英两国破译 然而这个有利条件 却被即将同盟的两个国家忽略了 之前美英双方一直共享紫色密码的信息 但美国并不知道 从1939年秋季开始 英国的电马议员就在远中和澳大利亚 有规律地接收日本海军的信号 与此同时 华盛顿的海军议员已察觉到了JN-25 蛇丝马迹 但海军战争计划处的李其蒙K透纳将军 十分妒忌海军议员所取得的成就 他甚至罗斯福总统之次被提这一情况 日本全盘计划中有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利用舰载机发动偷袭 粉碎美国海军 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日军乘船来到发起攻击的地点 美军注意到电波变得稀少了 虽然电波稀少 但并没有完全停止 在偷袭珍珠港之前 山本五十六用JN-25密码 向突击部队至少发出了二十条消息 然而这一切都被美英双方的集听站所破译 有信号表明突击部队拥有航空母舰 十二月二日集听电报显示 日军计划在十二月七日发起偷袭 英国推断奇迹目标将是珍珠港 情报传到伦敦后发生终止 在美国 类似的情报在海军情报处的低级军官那里 也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而此时 罗斯福总统 以及珍珠港的高级官员 对此一无所知 十二月七日 本是个悠闲安宁的星期天 黎明前 距离夏威夷200英米的 日本舰载飞机飞行员和导航员 接到最后的指令 第一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起飞 飞机在早晨七点五十五分抵达珍珠港 太平洋的大型军舰与战略舰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面对日军的袭击 太平洋舰队毫无还手之力 珍珠港成为囊中之物 八艘战舰 三艘巡洋舰 以及一些小型船只 不是被击沉 就是被重刷 三百架飞机尚未离开地面 就粉身碎骨 而日本仅仅损失了三十架飞机 和五艘小型潜艇 但在偷袭中 太平舰队没有一艘航空母舰 停留在珍珠港 而航空母舰 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力量 所以日军并未取得全面审议 罗斯福总统再也无法容忍了 第二天他发表演讲 我郑重宣布 从现在开始 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 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以及远东殖民国家都没有料到 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后的第二天 就发动了闪电战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日军不可一世 英国被赶出马来亚和新加坡 美国也被迫退出菲律宾 日本迫使英军穿过缅甸 进一步撤退到印度边界 西方列强低估了日本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 军事力量以及协调作战能力 在短短六个月内 日本几乎霸占了整个太平洋地区 向北威胁到阿拉斯加 向西威胁到印度 向南威胁到澳大利亚 但战略妄想家山本五十六指导 将美国引到冲突中 无疑是惊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 他将不得不面对所谓大日本帝国的残酷预言 为了保卫领土 山本五十六计划占领中途岛 以挑起具有决定意义的海空战 中途岛正是美国掌控下的珍珠港的门户 但此时日本并没有察觉到 美国人正定期全力破译日本海军使用的主要电码 JN-25 珍珠港事件后 位于夏威夷代号为HIPO的美军破译工作站 对破译JN-25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太平洋激战不断 美国从中结果大量电爆材料 容易破译工作 1942年早春 日军之间的通信内容有百分之六十倍破译 一半以上做过细致分析 HIPO的长官是约瑟夫·罗基福特少校 他具有对人民信号和数据过目不忘的天分 他能够把一群杂乱无章的信息前后联系起来 英美盟军在利用这一材料时采取了同样的原则 他们给陆军首长提供了掩盖事实的说法 跟德国一样 日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电爆密码已被破译 每一次反常的行动都被盟军以其他理由加以解释 这是两个军事强国之先的武力比拼 这是一场长期而有隐秘的谍战教育 日本公主一致 美国严阵已大 在不透汹涌的海面上 在战火飞飞的天空下 一场决战正在悄悄运演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二战秘当机 绝命海空战 1942年5月初 日军对太平洋舰队采取了第一次摧毁行动 日军之所以采取行动 是因为多利特冲校率领16架轰炸机 骑袭了日本本土 最终日本战略决定贯彻山本的中途岛战役决策 首先他们计划把兵力布置在莫尔斯比港附近的海岸上 进而扩展他们在新几年亚的立足点 1942年4月 海埔电马议员一直在揣摩 日本如何计划在莫尔斯比港发动军事进攻 日本一时威胁要大举进军莫尔斯比港 以及位于南所罗门群岛上的图拉吉 4月27日 日军的呼叫信号发生变化 毫无疑问 这意味着日军将对莫尔斯比港或图拉吉发起进攻 而太平洋舰队正摩群擦掌 等待阻击日军 舰队司令尼米斯命令飞骑将军 率领由利克星顿号航母 两艘重巡洋舰 以及六架轰炸机组成的 11号特警舰队 从珍珠港向南出发 在珊瑚海 他们将与弗莱特将军率领的 17号特警舰队会合 然后向内核玻璃里群岛西部进发 美国航空母舰的突然来临 令日本极其震惊 但是直到5月8号 双方才发现对方的航空母舰 继而发生激战 在激战中 美军的利克星顿号遭到重创 美军只好用鱼雷将其击沉 利克星顿号并非血本乌龟 日本降奉号同样沉没海底 日本只好终止对澳大利亚的进攻 美国航空兵奠定了与日军相对抗的基础 总而言之 珊瑚海之战让所有对获取情报 以及哈埃普情报站的工作尚有怀疑的人 解除了疑虑 受死的约克城号航母 在返回后不到两天 就休复一心 5月20日 奇夜号 大黄蜂号 和约克城号航母会合 此后 前两者加入了中途岛战役 山本的中途岛军事计划代号为M1 将按计划实施 这一计划的目标是阿留申西部群岛 日本电报受到保护 这让哈埃普的罗奇福特情报队不知所措 他们用GN25密码破译了大量电报 但其中都没有透露山本的作战意图 罗奇福特猜到山本的主要目标是中途岛 他估计山本在6月3日左右 将对中途岛发动攻击 美国建立的主要领导人金将军对此存有意义 他认为日本将于6月中旬对美国本土西部海岸发起袭击 罗奇福特侨使妙计使上司对哈埃普的提法无可辨议 然后他又给日本设下了一个圈套 他命令中途岛的驻军发电报 清楚地说明那里缺乏淡水 罗奇福特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行政电报 不会引起日本的怀疑 但结果敌人上钩了 哈埃普情报网络位于澳大利亚的工作人员 破译了一份日本电报 电报说美国尚不了解的M1计划的目标 AF报告淡水缺乏 罗奇福特的计谋让日军暴露了目标 破译电报显示M1将于6月4日采取行动 于是16与17号特遣舰队启程前往中途岛东北部 等待日军到来 这是海空战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情报之战 6月3日美军轰炸机发现日军舰队正向中途岛靠近 这一切果然不出罗奇福特所料 罗奇福特并不能决定结果 虽然日军在航母数量上比美军略升一筹 但他们对美军与中途岛的距离猜测不定 已经无法发动奇形 在开战前五分钟里 日军就有一艘航母被击沉 还有两艘遭到重创 日军只好放弃 美军首次使用空袭 并日本战舰在几分钟内就遭到了破坏 日军利用极尾的航母飞龙号 向约克承号发起攻击 攻击另曾遭受重创的约克承号再次受伤 美军放弃了约克承号 四日上午美军轰炸机盯上了飞龙号 它的厄运即将到来 1942年6月4日 只用了几分钟时间 美军的航母就将日本联合舰队打得七零八路 日军的美梦随航母一并沉默在中途岛 1942年8月7日 美军选择所罗门群岛为突破口 登陆瓜达卡纳尔道海岸 而日军正在建造飞机场 依据一名海军的名字 飞机场被命名为亨德森 美国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 导致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腥的陆海空击战 直到1943年 日本才最终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 在中途岛战役之前 日本改换了一套新的海军密码 JN-25C 之后又改为JN-25D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美军千方百计破于密码 但困难重重 1943年4月3日 山本从特鲁克群岛 启程前往日本最大的供应基地 新不列颠的拉鲍尔 此时即将上演另一场情报之战 破译信息表明 山本将会抵达拉鲍尔 亲临所罗门群岛 位于布甘维尔岛南部的机场 哈埃普此时已更名为太平洋舰队情报中心 他截破并破译了日本陆海军密码编写的消息 这些消息将山本五十六的行程暴露无遗 山本即将前往所罗门群岛西部视察 他将乘坐一架被盟军编号为背地的三菱G4M轰炸机前往 仅有几架飞机护航 尼米斯将决定对日军统帅山本五十六实施暗杀 他给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威廉F哈尔西发送了一份复仇行动的电报 询问他能否截住山本的坐机并将其击落 山本停留的第一站位于布甘维尔岛南部 正处在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起飞的美国飞行员的里程之内 哈尔西销定这次任务将由美制P-38L型闪电战斗机完成 他唯一的顾虑就是这次袭击将会使日本觉察到电报密码被破译了 这一决定传达到上层指导白宫和罗斯福总统 1943年4月15日复仇行动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批准 在所罗门群岛山本的下属担心他过于冒险 曾多次试图劝阻他放弃这次视察 但山本拒绝更改计划 战争进得到这一阶段 他的情绪促成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宿命 4月18日凌晨6时 山本将乘坐陆航轰炸机从拉包而起飞 山本级下属分成两架飞机 由6架临时战斗机护航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两份及时破译术的电报表明 山本即将启程 339飞行中队的16架P38闪电战斗机 也整装待发 山本的坐机在欢送声中从拉包而起飞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有四架P38闪电战斗机 负责击落山本坐机 其他两架飞行护航 一路高飞的P38战斗机 终于在上午9点35分 在布甘维尔岛附近截获了山本的坐机 及其护航飞机 在一阵混战之中 山本的四架临时战斗机被击落 两架轰炸机也无处可逃 山本的坐机坠入密林之中 飞机上的人全部丧生 前去袭击的飞机出了一架P38 其余全部安全返回 而此时正是袭击日本本土一周年的日子 山本的结局让日本人感到震惊 最后山本被给予国葬 这是继日本海军创始人东条英机之后 日本第一次为平民举行国葬 但日军统帅依然坚信 自己的海军密码逃过了盟军的演技 现在美军越岛作战横扫太平洋 日军要塞拉包尔已成孤立之势 只待美国舰队将其收入囊中 美军长须直入太平洋 日军拼死顽抗 美国大规模选入战争 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山本曾经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 1944年6月日军参与力量在菲律宾海战中被一举歼灭 他们仅剩下的航空母舰、飞机全军覆没 日本于1941年制定的作战计划现已宣告破产 现在日本已经极其可危 信息不通更无力反击美军的重锤猛击 在逼近日本本土时 美军遭到了日方猛烈的抵抗 在战斗中 日本武士遵循武士道精神 要么获胜 要么死亡 在马里亚那群岛 成千上万名日本士兵选择剖腹自杀 硫磺岛位于马里亚那群岛和日本本土之间 岛上布满了精心制作的防御工事 并驻扎有两万三千名日军 因此硫磺岛的飞机场成为美国的主要进攻目标 2月19日经过猛烈炮轰后 美军正式展开进攻 一名战地记者将硫磺岛之战描述为一场最可怕的战争 以最为残暴的方式去杀敌 保卫硫磺岛的两百名日本士兵全部准备自杀 硫磺岛的战事让美军意识到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从中国台湾进军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冲绳岛 将引发一场激战 这是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武力比拼 这是一场长期而有隐秘的谍战交流 日本公主一致 美国严阵已待 在孤陶汹涌涌的海面上 在战火飞飞的天空下 一场决战正在悄悄运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二战命当之 绝命海空战 美军深知他们的舰队在硫磺岛已有七千名士兵阵亡 两万名士兵受伤 计划进攻的高级将领决定不再贸然作战 冲绳岛长七十英里 宽八英里 踏浮起海边地形崎须峭壁淋漓 而且上面驻守着七万名日军 1945年3月24日 美军展开行动 太平洋战争中最猛烈的海空战 拉开了帷幕 仅仅一周时间 就有三万枚大口径炮弹 和成千上万颗炸弹 投向冲绳岛 4月1日 美国舰队派出四支海上部队 这四支海上部队 在18艘战舰的炮火掩护下 快速登陆冲绳岛 美军原以为会在海边遭遇完 反强抵抗 但日军将领牛刀满将军决定 不对美军展开抵抗 待美军登陆后 从防线后方发动攻击 使美军卷入一场消耗战 美军已经登上冲通岛中部 并占领了飞机场 这样一来 两军各站一方 日军撤回到防线之后 决定狠狠地教训一顿美国第十军 牛刀满另有武器对付美军 这种武器在美军首次进入冲通岛 就已用过 它们就是神风特攻队 神风源自十三世纪的一次台风 那次台风协助日本人击溃了蒙古军队 于是携带扎药的神风式飞机 一头撞向美军舰队的甲板 顿时燃起一股熊熊烈火 训练有素的日军飞行员所剩无几 神风特攻的好处则是 驾驶技术欠佳的飞行员同样可以完成任务 在执行任务前神风队队员与日本武士一样 人手一刀佩戴 他们将佩戴绕在头上 防止头发与汗水模糊视线 然后他们写下遗书 包裹好自己的遗物与积虑头发 最后喝下一杯剑行酒 其中一人如此写道 这样的死亡是我的殊荣 我应如绚烂樱树上的樱花一样坠落在地上 这些年轻的神风队队员将投身撞击美国舰队 3月18日当马克A米歇尔领导58特工编队先前登陆部队 袭击赖霍内海时就尝到了神风特工队的厉害 神风特工队构成一道空中拦截网 撞毁了200架美国飞机 神风特工队源源不断 神风特工队源源不断 航母大黄蜂号遭到神风特工队重创 但在猛烈交火中被挽救了回来 两枚常规炸弹则让富兰克林毁于一带 造成724名船员丧生 登陆后美国第一第六海军首先横扫冲城岛北部 然后与南部作战的第七第九十六师会合 四月九日美国第四陆战队攻陷手里防线 封锁了冲城岛南端 向手里防线的挺进 拉开了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幕 只有少数日军投降 大多数都顽抗到死 绵延不绝的山脊减缓了部队前进的速度 但陆军首领西蒙波利瓦尔巴克纳将军 依然坚持自己的作战方针 天气骤然大变 来自南海的大雨倾盆而下 地面变得泥泞不堪 在一片泥泞中 士兵举步维艰 在海上航母与进攻舰队 激连遭遇自杀性空袭 损失惨重 日本高级将领发布了天号作战的联合计划 4月7日日军700架飞机向美军发起攻击 这700架飞机有一半以上属于神风特工队 激战中日本损失了一半飞机 但他们击沉了美军三艘驱逐舰 一辆坦克登陆舰和两艘运输船 然而这一切并未达到日本高级将领所期望的结果 5月11日距离邦克山号航空母舰 仅有三分钟里程的两架神风特工队飞机撞了过来 约有400名士兵镇宝 神风队的奥卡樱花式飞机可从底部发射 它携带重达2600磅的战斗部 击中目标的速度可达每小时600英里 英军特检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滩中发现 敌机极其具有牺牲精神 他们义无反顾地朝驱逐舰撞去 而不是选择靠近海滩的重型舰 从4月6号到7月29号 有14艘美军驱逐舰被自杀性空袭击沉 除了邦克山号以外 其他两艘航母企业号和汉考克号也遭受重创 冲绳岛的局势愈加紧张 神风带来的伤亡不断增加 相比之下 英国57特混队的四艘航母的遭遇相对好些 这些航母的飞行甲板预先配备了火炮 以防止在狭窄的欧洲海域中遭到炮轰 他们在神风的攻击下安然无恙 此时在北方 日本最后的海战力量 大和号战列舰以及一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 从日本起航 大和号是神风特攻队中作战能力最强的战舰 他携带的燃油仅够单程抵达充程岛 美国早已侦察到大和号正在靠近登陆区域 四月七日大和号受到美军三百架舰载飞机的攻击 他因为没有飞机护航被六枚鱼雷击中后失去控制 两个小时后大和号上的两千三百名士兵少数得以幸免 其余全部死去 在冲城岛奋战的美军陷入了一场痛苦的拉锯战 虽然巴克纳将军顶着巨大压力肩负从日本海岸线登陆的重任 但他依然亲临前线独占 战争在五月十四日达到高潮 为了挺进手里美国海军向一座交错 书国洛夫的山脉发起进攻 激战中大约有三千名美国海军阵亡 投降的日军微乎其微 日军被迫放弃手里 牛岛带领残军撤离最后一道防线 5月29日美国海军占领了一片狼藉的手里 日军仍然负于顽抗 巴克纳将军的前线被流线弹击中 最后牺牲在阵地上 他与自己的士兵涌眠在岛上 美军士兵有一万两千五百名阵亡 三万六千名受伤 血腥的激战仍在继续 在最后几天大约四千名日军投降 但大多数日本士兵站在掩体中 这使得日本的最终死亡人数达到了十一万人 所有的日军高级将领包括牛岛在内全部自杀 神风特攻导致五千余名美国海军阵亡 三十八艘军舰沉没 为达到这一目的 日本大约损失了一千架神风突击机 在战争期间冲绳的民众大约有四分之一死在战场上 美国士兵吃惊地看到无数日本人偷腹自杀 美国估计如果登陆日本本土 大约要损失二十五万名士兵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打算将全部民众 多纳为神风赶死队队员 在攻打日本海岸线附近的海滩时 盟军面对的是如潮水般涌来的 手持原始武器的日本民众 日本在做垂死挣扎 这一可怕的景象促使美国下定决心 使用最具杀伤性的武器 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向广岛和长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这两颗原子弹不仅拯救了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 同时也挽回了几十万日本人的生命 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历史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視野免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